大家好 歡迎來到樹桿實驗室 我是怡薇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款桌遊叫做 洞洞比大小 這邊有四個洞洞 然後這樣子 洞洞不見了都被補起來了耶 對不對 這款遊戲呢是個紙牌類的桌遊 它的規則跟橋牌其實很像 就是每個人會拿到一疊牌 然後你要輪流出牌 看誰出的牌最大 就可以把整堆牌給吃下來 可是 可是有點不一樣的地方是在說 你看這個牌還有洞洞 所以這張牌目前現在是一二三四五 它是五點 但如果你能夠找到一個牌去把它補起來 你看我這邊可以多補到一個洞洞 所以就變成一二三四五就變成六點 那如果你能夠找到另外一張牌 再把它補上去的話 它就變成了七點 所以如果你能夠把三個洞洞補起來 它就變成八點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個牌 所以你可以去自由的去組合這個不同的牌 然後讓它點數去增加 所以這款遊戲裡面比較有趣的地方 也因為這樣呢 擬定戰略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比方說你現在有這張牌 跟這張牌 你是要一次把它組合起來就打出去 還是要分開成兩張來打 這之中就會有不一樣的出牌策略 必須要去思考 那這款洞洞比大小 它保留了橋牌的精神 可是加入了這樣洞洞這種視覺上的趣味 讓它變成了一款很有趣的 而且可以動腦的親子活動 最後我想說呢 很多小朋友遊戲 如果你要認真去探討的話 它裡面的數學可能都用到非常進階的知識 才能夠去完整去分析 小朋友在玩的時候 當然不知道背後的數學原理有多麼的複雜 但我想就是潛移默化 在玩的過程中逐漸形成數感 這樣就很棒 如果爸爸媽媽有興趣的話 歡迎參考我們底下提供的連結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做個加法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做個懲罰 分享給所有喜歡桌柚的爸爸媽媽吧 速感試驗室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